你好 欢迎收看4月24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在今天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本土个案病例有5092名 而花莲新增了182名的确诊 针对吉安黄昏市场出现社区传播链 黄昏市场24号到26号是休市三天 花莲县环保局的防疫消毒大队 在24号上午也前往了黄昏市场进行全面性的清销 而更多的花莲疫情的状况 先政府在记者会上也做了说明 花莲24日新增182例确诊 累计确诊来到1304人 花莲县府下午在记者会上表示 社区感染及疫调中的人数共102人 目前还在积极疫调中 有些个案经分析后 源头越来越难找到 呼吁民众做好自身防疫 在慈激医院的部分是一个人 那国军花莲医院的部分 这个有三人 我想真的国军花莲医院 这一个礼拜来非常的辛苦 整个医院 也就是罗东婚宴延续回来到满月9的部分 一直延续下来 那现在都是属于居隔中的11人 由阴转阳或者是在居隔中 所以这个部分都还是比较安全 而在马远婚宴的部分已经 积极呼到尾声了 这个已经要解隔了 但是解隔前在宴 这是由阴转阳的部分 所以就增加了两个人 那目前在我们黄昏市场的部分 增加了35个人 35个人并不都是贪商的老板 而是家人的部分 另外也有购物者的部分 那在某沿区的家庭的延伸的部分 有4个人 外县市现在有14个人 那社区群聚的部分 就是我们南区 这个村市社区的部分 群聚的延伸的部分 这是周岁9的部分 11个人 这都是属于家庭的部分 家族的部分 那社区感染有31人 当然社区感染的部分 我们有做了一些疫调 但是还没有完成疫调的完整 到时候这些社区感染的部分 有一些当疫调完整的时候 会再回到我们之后的 有一些的群租里面 因为我们在疫调的过程中 还有71位 将近还有10多位的确诊人 是联络电话是不正确的 联络电话是不正确的 所以如果您有到805 或者是做PCR的话 如果您是确诊 是不是可以主动 跟花莲县卫生局来联络 您一样可以打这支电话 8230-089 8230-089 我们有10多位的这个阳心确诊 确诊人是电话是不通的 或者是电话号码是错误的 所以请这个有去做PCR 而PCR的我们的乡亲 如果PCR 您如果有一律 请打电话给卫生局 卫生局会帮您再一次核对 华林政府也在24日记者会上证时 国军华林总医院确实有医护人员 在执行快筛业务遭到感染 并呼吁乡亲 25日起便没有快筛世纪实名制上路 还请乡亲误信不正确讯息 25日起将由华林慈基医院 接手快筛服务为期一周 还请乡亲留意 记者长帮演华林市报导